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戴佩妮2018年在中国开演唱会 唱到经典歌曲《怎样诗》 将麦克风递给了一名男歌迷 然而对方大走音 让现场歌迷全笑翻 戴佩妮露出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 并忍住唱完这首歌 还谈人说到出道18年 第一次捏大腿唱完 没想事个5年 戴佩妮今日到上海开唱 该名铁粉再次现身第一排 当戴佩妮一样唱到怎样时 又将麦克风递给该名男歌迷接唱 不过这次没有第一个字就大走音 让戴佩妮开心对她比赞 说到这歌练了5年终于对了 网友看了也笑翻直呼 过了这么多年竟然还有后续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想会是怎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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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不是爱识识会是怎样 这是什么 这歌练了5年终于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下路的故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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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